美国总统拜登才在波澜说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能继续掌权 时隔一天态度发家弯 一日记者提问美国总统拜登澄清没有要普京下台 就把红生枝节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已经准备好和谈 泽伦斯基说愿意谈无二停火协议中的中立国条款 只是要有第三国保证而且要公投 这是无二新一轮谈判日期也分歧 乌克兰说28号开始俄罗斯却晚一天 而俄罗斯现在为了求胜恐怕改变作战计划 要寻南北韩方式分化乌克兰 只是专家也说俄军打得惨烈 莫斯科想降服乌克兰人恐怕并不容易 TVBS新闻中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